大家好 欢迎来到丙上俱乐部Zoom课堂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请来了南京工程学院 艺术与设计学院的刘教授 刘教授在百忙之中还来帮我们上课 我们视频剪辑的课通常都是大家特别喜爱的 我们在前两年也陆续教了剪音和快影 这两个软件 我们很多从小白已经通过学习 已经会操作这两个软件了 所以我们在六月份特别请来了专业的老师 想让他在理论上在让我们视频剪辑这个方面的技能有所提高 所以我们六月份安排三节课 从色彩 镜头的运用 还有以及最后一节用实力来讲解一下 视频的好坏 这样子给大家全方位有一些艺术上面的提升 那我们就下面把时间交给刘教授 刘教授你可以开始了 好的好的 各位朋友好 毛老师你好 你好 因为我这个以前教的都是个大学生 所以现在呢 这个面对这个不同的观众 所以我对大家的这种 也第一次给这个社会上的这种受众语解 进行受课我也不知道讲的准不准 所以呢我想就是说先听听 我先不讲 想听听朋友们你们想 从我们今天这节课上 你想听听是什么样的一个要求 或者从哪个方面你们可以先提一提 然后呢我就可以针对你们的问题啊 然后讲讲一些色彩在视频运用当中的一些理论性的东西 同时呢 我给大家 我在学校里面教的是另一款软件 所以这个简印呢 我用的比较少 可能呢 就是说也不熟练 因为我们专业的 因为我们专业的特殊性 所以呢我们用的一些 当然也是这个专业的这个剪辑软件和后期软件 所以呢 如果这个朋友们你们想 如果想这个在我们的交流过程当中 可能会在 比方说你们 我听毛老师讲 你们用的是这个简印 这个软件 所以呢你们可能会让你们有 就是说 在母业方面 我可能也不是能完全的讲的特别好 所以请大家原谅啊 我们今天呢就是讨论讨论 向我学习一下吧 好不好 你们可以 刘教授我们这样行不行 就是说你先讲课 然后最后的时候 我们再讨论一下 就是针对你讲课的 然后我们平时 我们的学员的 然后根据你讲课的内容 还有什么疑问 或者是不解的 我们再提问 行吗 好 这样子比较好一点 好 刘教授是谦虚 我们学员基本上都是业余的 然后那个简印和快影呢 也真的都是大众 就是业余选手用的这些软件 我们就是只是会运用 所以就是说在理论上 再提高一下 好 行 那现在我就共享屏幕吧 好 好 这是有人共享 各位朋友你们好 今天呢我就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短视频的这种四彩运用 我们这个视频 打视频 因为现在就是说 就是我的现在这个PP里面 朋友们 我的PP里面就是做一个简单的一个给大家梳理一下这个色彩运用的一个基本的知识 因为我们最好的讲的一些比较我想要跟毛老师沟通一下 就是讲的这个简单一点通俗一点 让大家呢就是我们相互的呢就是说尽量的就是说少用一些比较相对的比较专业的这种这个这个专业名词 这样的话我们更好地沟通 所以呢我做的这个PPT呢也没有这个很深入的去做 请大家谈解 如果有什么问题呢我们也可以相互的讨论 好 这个短视频的这种配色的技巧呢 就是说它是非常 就是说吸引这个人的一个 这个就是说 很重要的一方面 就是短视频作为一个重要的数字营销工具 它视频的效果呢呈现对于吸引用户的这种坠率啊非常非常的重要 特别是现在 大量的这种抖音啊 这个各种的这种短视频的出现 因为它受众的这种群体啊 它是不同的 不同的 而且这个层次也是不同 人员这个程度也不同 这个受众群体的这种 感官意识啊 也是不同的 所以呢 短视频 大量的短视频呢 他们都是就是 即拍即发的那种现象 他并没有考虑到 受众者的这种 对于短视频的时间啊 色彩啊 配音啊 转场啊 等等一些方面的需求 啊 所以当然呢 还是大部分的注重于什么呢 这个短视频的内容 嘛 主要有没有这个 有多少信息量啊 有多少的这个 呃 发展以及社会的变化 啊 现在就是对短视频的这样要求 是越来越高的啊 越来越高的啊 从目前短视频的发展的就是什么呢 它呈现一种多元化 啊 多元化啊 呃 这个多元化里面包含了很多的那个 内容和意义 但是呢 其中一点 我还是看的比较 啊 其中啊 其中几点我看的还是比较重要的 第一点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种色彩的搭配 啊 色彩搭配的技巧 啊 还有呢 就是我们镜头的运用 啊 镜头运用 就是我们下节课讲的镜头运用 啊 第三点呢 就是我们 啊 第三节课要讲的就是说 这种 嗯 啊 实际操作 实际剪辑过程当中 运用的一些技巧 啊 技巧 所以这三点呢 嗯 当然也有其他的 比方说今天我们的色彩的搭配 色彩的搭配 它有一个直观重要的一个辅助工具 啊 就是啊 除了颜色啊 就是说 你们在 啊 在拍摄的过程当中 啊 使用不同颜色之外呢 它还有一个重要的工具 就是灯光的架设 啊 灯光的运用 灯光对于 这个短视频啊 啊 因为我也经常去 啊 拍一些视频 因为我们 嗯 这个学校 这个专业 它由我们有自己的摄影盆 啊 所以呢 我们这对灯光的要求 也是比较 严格的 啊 还有这个 拍摄的过程当中 对背景的 啊 啊 环境的运用 环境的这个搭建 啊 还有这个 呃 就是说 这个物体的 摆放的姿势 啊 以及 呃 这个 这个画面的构成 都是非常重要的 啊 都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朋友们 啊 这个 因为我们这个课 啊 就三次课 所以呢 我可能在 呃 讲 比方说色彩的 搭配的过程当中 我会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啊 灯光的运用啊 啊 啊 还有这个 环境的 这样的 一个构成 还有就是说 我们 嗯 在 呃 拍摄的过程当中 这个画面的构成 我会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要通俗的介绍一下 啊 呃 我也有一些相关的视频 啊 就是说 这个视频呢 是我们以前啊 啊 这个 包括我本人 还有些我同事 啊 在 这个 上课的时候 啊 讲的一些 比较通俗易懂的 这样的一个 比方说 画面构成的 构成画面构成的 这样的一个短视频 还有就是说 啊 我同事 呃 就是我的同学吧 啊 呃 讲的一个 呃 最简单的 最普通的 一个这样的 我认为我那个同事啊 啊 我那个同学讲的这个 呃 视频啊 啊 比较适合啊 我们现在的 这样的一个 就是我们啊 啊 你这个我们今天讲课的 这样就是这朋友们 对吧 今天听课的这些朋友们啊 啊 因为它是比较普通 比较简单 比较简单 通俗易懂 而且呢 也是最基础的 这样一个 内容 所以呢 我可以给大家 呃 看我讲的这PPT 因为我写的这PPT呢 也就是比较简单 也比较 不是特别的多啊 我们主要看一些案例啊 我和大家看一些视频 就是我们 其实也就是我 我拿了这些视频呢 也就是我平时自己啊 有时候用手机啊 啊 刷一刷 可能刷到一些视频 有时候在网上 可能看到一些视频 不多啊 到时候我们看一些视频 来共同的来讨论一下 这个色彩啊 啊 画面的构成啊 啊 还有这个拍摄的过程当中 啊 一些效果的 如何呈现呢 我们 啊 通过视频 啊 还有我今天做的一个 这个简单的这个PPT 啊 这样的相互的 这样的相互 啊 就是说 联合起来 给大家讲一讲 今天的色彩 这个对视频的 呃 重要性 啊 好 这个呢 就是我们一张图啊 这是我简单找了一张 这个 色彩的 在这个 在一个一个一个综合的 一张图 啊 大家呢 对这张图的 一个认识啊 他有啊 简单的 我就是简单给大家讲啊 有对比 有这个 呃 亮明度 还有这个 它是不同色调的 在一起一个 一个一个 综合图 大家呢 就是说啊 包括这个颜色的亮度 颜色的这种纯度 啊 呃 你还还有一些 这个什么 它有撞色啊 相似色 等等 啊 啊 这样的话 朋友们 你们呢 就是说 有一个感慌的意识吧 其次呢 嗯 就是说 需要 我们需要 考虑色彩搭配的时候 不同颜色 可以传递 就是说 我们啊 就是颜色的这种 视觉效果啊 就是不同颜色 可以传递的什么呢 就是不同的情感和氛围 就是说 朋友们 你们要了解 颜色 在视频当中 在我们社会环境当中 啊 色彩 对我们这种感官 从 要从情感 和这种氛围啊 去去去 嗯 了解它 因此呢 我们需要 根据短视频的主题的 和目的 来选择 合适的颜色 啊 比方说 啊 红色 它代表了一种激情和热情 啊 激情和热情 而 这个绿色 代表了自然和环保 蓝色呢 代表一种稳重和冷静 等等 啊 嗯 比方我下面 这几个 比方 商业 这种 就是说 行业 啊 行业的 用试的一种 这种 这种打这个 比方医疗 基本上就是白色嘛 啊 白色 啊 比方商业性的东西 啊 朋友们你们可以 选择一些 比较偏蓝色的 啊 偏蓝色的 啊 工业硬性呢 嗯 就比较偏这种红色的 啊 红色的 啊 同时呢 红色呢 它还代表什么呢 啊 当然这里面不是绝对的啊 不是绝对的啊 那就是说 基本上是这种情况 啊 因为我讲这些东西呢 都是一个 嗯 就是代表了这种大众化的 啊 大众化的 它红色 它 它虽然代表工业 它有时候呢 它还是比较 呃 呃 就是说有激情啊 有热情啊 有这种 嗯 这种这种革命性的啊 啊 等等啊 比方说 啊 这个 呃 我们这种 行动的那种 好 就是说 嗯 好多 呃 我们组织什么 一场 一场什么 比较愉快的活动啊 或者什么之类的 啊 但 代表定的什么 呃 激情那种的意义的 我们一般的情况下 使用着红色啊 红色 啊 呃 比方说 还有一个是互联网行业的 基本上呢 它是比较 是使用的深蓝色 啊 深蓝色 啊 还有就是我们 嗯 可能啊 就是党政的 红色 配 啊 黄色 啊 红色配黄色 啊 就是党政这块 还有一个党政呢 嗯 还有一个点呢 其实这里面 我说很红 就是我写了一个 等等 有时候党政还配了什么呢 配了一种啊 这个蓝色 比方说我们啊 大部分朋友们 你们看到那种新闻发布会后面 基本上都是一种蓝色的背景 啊 蓝色的背景 所以呢 嗯 嗯 大概 就是说我们的这种 这种 这种行业用词啊 啊 基本上是 采用这种 几种方式啊 几种方式 还有就是说 朋友们 你们可以啊 也可以抓住这三点 就是说 红色代表 什么样的一种感情 绿色 代表是什么样的感情 蓝色 它代表什么样的感情啊 当然还有一些黄色啊 还有这种 红色 不是 这种深蓝色 还有一个紫色啊 等等 那 它代表了 当然颜色呢 它分为什么呢 暖色调 冷色调 还有一个棕色调 就是灰色调 相当于灰色调 一般的情况下 啊 一般的情况下 冷色调 是什么呢 比方说 蓝的 啊 蓝色的 啊 这种 嗯 它基本上代表的是一种 啊 冷色调 啊 蓝 紫蓝 蓝 深蓝 啊 这种一般代表的是一种 冷色调 啊 啊 那在 这种在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才能运用到呢 啊 就是朋友们 你们在拍短视频的时候 啊 就是说 啊 根据你拍视频的内容 啊 视频的内容 你想表达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感情 比如说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比方说我们人家拍一些这个感情比较 啊 比较什么呢 比较 有点点 带一点伤感的 啊 带一点伤感的 或者说 啊 嗯 这种感情 这种心情不是特别好的 我们基本上用的是这种冷色调 啊 冷色调 比方说我们拍一些什么 嗯 啊 这个 小孩子的玩耍啊 啊 还有 还有朋友们可以在郊外活动 啊 属于 郊外活动 郊外野餐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你的摄像机 调的一些什么呢 啊 稍微暖一点的 啊 暖一点的 或者说 啊 就是说我们 我刚才给大家提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灯光的运用 啊 因为你的摄像机 有数 啊 那因为他 你们拍摄的时候 他分为 在一天当中 他 颜色 在一天当中 他是 变化的 啊 变化的 啊 一般的情况下 上午是 是这种 啊 冷色调 下午呢 啊 呃 就是说 晚上 晚上 傍晚的时候 一般是冷色调 啊 早晨清晨太阳出来的时候 一般是 暖色调 啊 暖色调 啊 但是你在拍摄的过程当中 如果遇到 比方说晚上傍晚的时候 他啊 比较偏冷的时候 你可以采用什么呢 还用 灯光的曝光 啊 去照射 啊 那么 就是说 朋友们 你们在拍摄的过程中 啊 如果条件具备的话 啊 可以带一些灯光 啊 就是说反光板啊 或者说 普通的 一些 灯光 可以 啊 来营造 你拍摄的氛围 啊 那么 这时候 你就要考虑到 什么呢 冷色调 暖色调 还有中色调 这种啊 这种需求 啊 还有的就是说 另一点就是我们的 颜色的就是说 哦 还有互补色啊 利比色 三分色啊 等等 我会在后面 啊 后面 我给大家 就看一个视频 啊 看个视频 什么叫做 这几个 补色啊 对比 对比 对比比色啊 等等 啊 就是说 嗯 就是说 我刚才讲的啊 这个 这个啊 互补色 类比色 三分色 等等 那么 那么这些啊 我们的 这个讲呢 就是说 你看 就是说 这个色彩的 搭配啊 还有一定什么呢 它的意义啊 意义 比如说 同色系啊 搭配 同色系搭配 它表达了啊 优雅 又有失忆的 这种感觉 感觉 相邻色系搭配呢 它是和谐 明镜的那种感觉 啊 对比色搭配呢 它是有强烈的 视觉冲击 啊 视觉冲击 互补色搭配呢 它是增强效果的 那么 这里面 我会 也会给大家 啊 这个 看一个视频 什么叫做 这个呢 就是说 啊 我和大家看一下 这个 这样的一个视频 啊 你们 啊 这个是 颜色啊 啊 啊 这也是图片啊 是什么图片呢 就是我们这个 讲的是 这张是讲的是 这个啊 就是同色系 你看 啊 同色系 相邻系 啊 就是说 它有 有这样的一个 同色的啊 比较对比的 啊 对比的 还有一种互补的啊 啊 就是黄色 白色 这种互补的啊 啊 背景是这种 冷色系 冷色系啊 跟暖色系 你看 冷色跟暖色 啊 冷色跟暖色 它是一种对比的啊 比较强烈的啊 它要是 你看我们整个食品 它属于这种 暖色调的啊 只有这个啊 只有这个上面这个呢 它是偏什么呢 它偏这个 深色调 它是偏什么呢 属于重色调啊 重色调 那么我们后面这个背影 放了一张图片 我们拍这三样东西 背影 是放了一张 一种什么 冷色 偏 轻 偏淡的这张 这张图片 那么就可以突出啊 突出我们这个物体啊 突出物体 所以啊 朋友们你在那拍摄的时候 比方你拍一个人啊 拍一个人 在你取景的时候呢 啊 取景的时候呢 你要注意它的背景 是否突出 你想要拍这个 主体物的啊 啊 主体物的 所以朋友们取 镜头 取角色的 取镜头的时候 你一定要注意啊 这个色系的 搭配 啊 人的 穿的衣服啊 还有 你所 那有可能朋友 你可能好 有朋友可能会问我了 啊 一句话说 啊 这个我们在 有时候在做活动的时候 嗯 都不是去刻意的 刻意的 去 并没有刻意的去 去打配衣服啊 或者打配这个环境啊 啊 那这怎么办呢 啊 这一般的情况下呢 就是说 你要 去寻找 啊 因为它 自然环境 自然环境 它是啊 因为它是 不同角度啊 它是 你可以取 取到 啊 尽可能的 啊 尽可能的 这种 啊 好的背景 因为你 变化嘛 镜头是可以移动的嘛 对吧 镜头一个移动的 有时候呢 你也可以去 啊 呃 比方说 临时 给他 放一个东西 啊 放一个东西 比方说啊 呃 一个朋友 假如啊 在野外 这个 聚餐的时候 啊 他穿了一件什么呢 穿了一件这个 呃 比较 就是说 比较 呃 暖的 比较暖的 这样一个 呃 一件衣服 红 比方说黄色 啊 假如我就是说 举个例子黄色 那么你在拍摄的过程 呃 背面正好啊 是一座什么 假如 假如说是一座山 那没有 没有树木的山 啊 那么这时候呢 你如果周围 你可以看 有些什么啊 草啊 或者说花呀 或者说 啊 你可以的 可以呢 就是说 以草 以花 啊 去背景 如果你后面 比如说 假如啊 有一个 有一盆花 啊 比较大的花 啊 正好有一盆 可以用 你可以刻意的啊 可以搬到 你的对立面 这个人的背后啊 背后 就这样的话 他就是凸显出啊 就是说 你的这个 你想要拍摄 这个人物的 这样就是说 那凸显出他啊 凸显出他 正好跟他打一仗的一个背景 那背景 这就是我们这张图片啊 啊 因为平时呢 啊 我们学生在做的时候 他会 啊 搭的 搭的比较复杂 也会刻意的去做一些东西 但是呢 如果朋友们 你们 必定是 必定是在这个社会上 可能是啊 可能会随意拍拍 或者说啊 走一走拍拍 或者说啊 比较 嗯 并没有我们啊 像上海盆里面 那你们要注意一点 就是说 色彩的这样的一个 啊 就是说 搭配啊 搭配 对于物体啊 你主体物啊 它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啊 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马上给朋友们 给朋友们 你们看一张 看几张视频 就是说 因为我也是一张短视频 就是背景的 取背景的 这种 这种 它的重要的程度 啊 重要的程度 我们来先看一下啊 好 啊 像说 嗯 呃 是 大家是那个啊 啊 朋友们你看 这也是一个我在啊 在网上找的 就是说 我平时看了一些 这样的一个啊 这样的一个短视频 你看 它是这个颜色 你看 它 这个啊 朋友身上穿的衣服 是一种黑色啊 黑色 它是比较重的啊 比较重的 而且还是比较偏暗的 一个颜色 你看背景啊 背景啊 是一种黄色 对 很凸显的 这样的一个 你的主体物啊 主体物 如果你背景 后面背景 是一个灰的 深的 一个什么呢 一个房建筑物啊 那 这样就不容易啊 凸显它 你看 这个还有一个是什么 这个 这个黄色 还有这个朋友的帽子 绿色 蓝色 蓝色 说错了蓝色啊 你看 它形成一个对撞色啊 对撞色啊 这个 在这个时候啊 显示这个 这个帽子啊 颜色 这非常的漂亮啊 你看 包括光色的 光照射啊 对这个帽子的 帽眼啊 就是 这非常有体积感 体积感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你看 如果朋友里面 可以仔细地 观察一下 你看帽子上面的 这种花纹 这个纹理啊 和这个 黄色的这种 你要去 你看 朋友里面不要认为啊 老师这个 这个地方谁能看得到啊 说谁能 平时谁是注意到这个地方 它只有这一点点的对比啊 比方说这个帽子 和这个黄色对比啊 包括啊 你看这个下面的蓝色 跟这个衣服的对比 它并不是说 哎 老师 你这个 这样的小细节问题 哪 平时我们哪要注意到 哎 不是的 就是说 你拍摄的过程中 它是综合的 所有的那种颜色的对比啊 我之前跟你讲一讲 它的这个啊 举步的地方 但是如果你要放到整个画面来讲的话 它所有的这种对比啊 啊 所有的对比啊 你看啊 它对这个人物的突出啊 它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啊 这样的作用 我们从后面看一下 你看 你看 这样是吧 而且凸显着这个啊 朋友的这种啊 肤色啊 肤色啊 拍的这种灯 包括灯光 你看 这个灯光啊 这个灯光可以反射 我们打灯光的时候 我们对灯光的嗯 打剑的时候 基本上采用的是什么呢 啊 三点光源 就是主光灯 主光灯 我给大家捧同的 简单的介绍一下啊 你们可以就是说 简单了解一下 主光灯啊 副光灯 比方副光灯 啊 还有就是说 呃 这个背光灯啊 背光灯 就是背后面 其实还有一个什么呢 就是说 它虽然是三点光源原理 但是呢 基本上 我们会搭一些什么呢 比较 还要加一些这种东西呢 辅助光灯啊 就是说小的辅助光灯 就是说 比方说啊 地面光 因为地面呢 大家知道 太阳一照射 它是一个慢反射 慢反射啊 你看 底下 它是一个反光的 包括上面啊 上面啊 它这样的话 它对整个人物 整个主体物 它具有为什么呢 把这个立体感 就越强 如果朋友们 你们想象一下 那我这个一盏灯 只就是在这个面 站一盏灯 那么这个人物啊 它只有一个灰色 和亮 和暗 这样的一个界面 它就是人物啊 显得比较平 它比较平 啊 那么就没有 那样的 没有立体的那种效果 好看 好看 你看 朋友们 啊 你看这个颜色 朋友们 你看 他你看这个 给他拍照的时候 他取景的时候 他在这个 他还是蛮挺会找的 挺会找的 你看后面的背景 啊 主要是这个朋友呢 他衣服的搭配啊 啊 他适合今天这种背景的 这种一种趋势 啊 趋势 黄色啊 对帽子 你看 啊 包括这 啊 就啊 突出的效果 突出这个人物的效果 啊 啊 包括啊 我后面会大家 再给大家看了一下 什么呢 就是拍摄人物的这样一个啊 构图 啊 构图原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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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这个啊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给大家看的啊 这个 大家看看啊 就是说 你看 同样是慢镜头 你看看一下啊 就这个视频他 啊 他讲的非常清楚 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非常清楚 就是说啊 目前这个慢镜头 啊 慢镜头 就是说视频的慢镜头 他对于背景取舍的 他的一个啊 重要性 啊 重要性 还有平时同学朋友们呢 啊 你拍摄 就是说 这个背景的一些 这个 啊 搭配 啊 搭配 他对主体物有产生如何的影响啊 大家呢 可以看这个视频啊 虽然 虽然他讲的是他这个这个这个内容啊 讲的就是这个慢镜头的这种效果 但是呢 我我我个人认为啊 对于朋友们 你们平时 就是说啊 这个 这里面呢 嗯 就是说他虽然讲的是慢镜头的这种效果 但是里面有灯光 也有灯光 所以呢 嗯 我就给大家 嗯 就是下载下来 给大家看 啊 看一下 这个 效果差那么多呢 简单的分析分析 先排除设备的原因 都一样的 这个设备叫 Glamport 一个高速的摄影走位的机械柄 上面搭载的通常是 Fantoms 4K高速摄影机 配上来卡的 Harmelike镜头 每秒钟拍摄 1000帧 这套设备 像和 跟社会的关系 我觉得首先是 置景不行 格兰美拍摄 使明星身后的景 还有仪式感 多数背景里的人 都是着正装 一看就是仪式的 参与者 国内这套呢 背景更多的是 酒店的 看清感 背景的人 都是穿着花花绿绿 色彩很搭 而且站成一台 欧色 还有人拿相机在那拍 这组照片 迎告得很 就是高大上的感觉 那除了主体这个演员 背景的置景和群众的演员 不符合照片的需求 然后是灯光摄影 这是大事 这也是非从业人员 经常忽略的部分 就拿卡拉迪瓦1 这个来决定 你可以看到 右边侧光和侧逆光 打出通刺感 肩膀的浓破光很清晰 除去正面的激素光 面部有补光 随着摄影机的移动 还有各种的闪光灯亮起 说明机位后面设置了 平面的记者背 营造一通勾杀 无数飞灵的大偏感 从光影上 中国人看上去 非常的有层次 国内版本 拿周冬与这条对比 光很平 基本就是大屏光 加个小逆光 层次不够 高级感上不去 第三是画面的设计 这套设备 可以编辑12个拍摄模式 根据不同嘉宾的卓装 来选择实现做好的程序 所以你看到 这导演让毕丽 站在这个点上 就是单独招了个镜头设计给他 但因为编程 都是以人的审美来决定的 加上这12套模式 都是追求一个广告的大片感 杂质的封面感 对于构图的要求就很高 这时候导演的功力就很重要了 显然在这套设备面前 我们的拍摄团队 跟格莱美那个团队 在经验上还是有差距的 格莱美掌机 那个导演叫科尔瓦利斯 拍过很多美妆广告 和很多大明星合作过 比如凯特佩尼 拍过MV 纪录片什么的 大家看他现场 和演员歌手的沟通 很流畅 很精准 可以做到让他们更放松 更自信 更好的完成广告 这就特别以后 画面更张艺 加上他看监视器 对于成片把握的动准 这是经验的体现 跟导演拍片时 决定哪一条过 是一个道理的 至于你说 服装化妆 我觉得没啥差距 演员本身也不是问题果在 因为他们帅的一面 漂亮的一面 你都这样 只是多数人的美感 没拍出来 但是刘之斌先生这条 我就很喜欢 你想象 加入各种闪光灯 灯光轮廓 背景搞点刀鸡感 仪式感 这就挺奥斯卡的 不过没事 熟能生巧 不要音音费时 期待之后 国内这些典礼上的乱镜头 效果越来越好 朋友你们 这个看到了吧 还有第二个 就是也是讲这个东西的 是 OK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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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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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6 5 7 所以朋友们 你们在拍摄的时候 你们从这两个短视频可以看出来 一个是色彩的搭配 就是说刚才那个老师讲了 就是背景 一个国外的导演和中国的导演 去拍摄不同的这样的一个视频 或者说画面的时候 它的背景的趋势 是非常至关的重要 这里面这个老师也说了一句话 就是说这个明星大家都看过 也都见过 至于你说他长得好看不好看 大家也都见过 也都是说 但主要是你拍摄的过程中 你如何拍它 那么就可以表现出来它更好的一面 能是否能突出这个明星 还有呢 你把那个明星是否能拍得具有更好的这种立体感 那么朋友们你们也看到了 也提到另一个词就是什么呢 它就是一个灯光的 搭建 有没有不光灯 有没有背景灯 对吧 怎么去搭建 这样的一个灯光 对于主体物的呈现 也是非常的这样的一个重要性 包括第二视频 朋友们也看到了 朋友们看到了 你看 这个 你看 这个图片 这个画面就是你看 这个灯光 灯光 这个明星的皮肤 你看 这有一个 这样的一个 边界灯 看到吗 边界灯 他对这个明星 他具有很好的一种 表现作用 就是他体感非常的 非常的好 体感非常的好 把他皮肤这种 拍得 很漂亮 很漂亮 我们随便 就是随便找一个画面 你看 这个明星的背景 不像好多人穿的那种颜色 花花绿绿的 花花绿绿 这才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 重要的一个场合 像刚才那个视频 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 就是说 这个视频 同样是慢镜 随着摄影机的移动 我们找一下那个镜 像这个 这个镜头 这个镜头 你看 背景 花花绿绿 颜色 浅色 你看 它虽然不是特别花 但是浅色 浅色 而且还好多人 拿手机去拍 光都散了 背景光 就散了 那的话 对这个人物的塑造 对人物的塑造 是非常 影响非常大的 非常大 因为他每次拍的时候 他手机会 亮一下 亮一下 闪闪的 还有 他就把背景光 这种破坏掉了 对于人物 你看 这人物 偏于什么呢 偏于平面 偏于平面 你看这个 是的 你看 你看人家 这个颜色 大部分背景色 是人物 都是黑色 大部分是黑色 当然有 极个别的 浅色 这个表情 从 你们看的时候 一定要从 整体去看 把它看成一个 颜色的区域 颜色块 去看它 不要 因为 某一点点 有一个 这样亮色 说影响了 所以这个背景 是什么 和它相同色了 这个 朋友们 你们不要去 去看待 这样的一个问题 一定要看颜色 看色彩 要整体去看 整体去看 你看 你看这个 这一组 这一组 你看 后面 基本上是黑色 和它是什么 是强烈的对比 这样的话 你的主角 你所拍摄的 这样的一个 准 它就很 快的 跳出来 跳出来 很好的吸引你的眼球 你看它 宣景 宣景 这还有一个就是说 构图的问题 构图 我马上给大家 播放你的视频 你看构图的 这样的一个重要 你看 包括这个 你看这个人 会很会 这样的一个取景 虽然他是一个大导演 但是呢 他给他拍摄的 这样的一个 师傅 你看也会 很会取景 颜色 这个线条 是扇的线条 它 大部分 在整个画面上 站的是三分之二 而且是写着的 如果是这样横着的 横着的 对人物 这个就是 这个构图 就是不好看了 还有这上面 留一片空白 深蓝的空白 对 很突出 这个 准人物 同时呢 给人感觉很清爽 很清爽 这种这种 自在感觉 对比 很漂亮 很漂亮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构图 因为我们时间 也并不是特别的多 并不是多 因为我还想给大家 就是多了解一些 这样的一个知识 我画图 看看在哪个地方 因为我 找到视频比较多 比较多 这是灯光 朋友们 我们时间不太多 所以我 找的比较多 我们大家简单的看一下 简单看 这是灯光的 一个大见 对这个 物体 你看 色彩 包括 这个物体 这种立体感 非常的好 非常的好 非常有实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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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晶透 晶透 这就是灯光的需要 你看 你看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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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物啊 你看 就非常有实欲 非常有实欲 晶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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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暖色灯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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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 人啊 来自食物的需求 这种 这种 色彩 就是 它 在这个地方 灯光 基本上是 暖色灯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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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 人啊 对于食物的需求 比特别是肉 特别是肉 它具有非常渴望性的 渴望的 同时呢 这个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它需要 就是我们人体 人体 它 就是 这样的一个色彩 心理是什么呢 它是一种暖色灯 暖色灯 大家想一想 如果是个冷色灯 冷的代表什么 就是说 很尖锐的 对吧 很 呃 就是说 呃 就是尖锐这种 这种心理感觉吧 啊 那你 那我 除了 朋友问我 那青菜 那不是冷色灯吗 啊 那浅 那也是不错 青菜和肉 它对于人体的感官 它是不一样的 啊 不一样的 所以如果是在肉体的过程当中 啊 在出现肉的这种一个画面的时候 一般的情况是采用暖色料 暖色料啊 对 人的这种啊 嗅觉啊 它起到一种非常大的帮助作用啊 帮助作用 那青菜 那感官 我刚刚说了 感官是不一样的啊 感官是不一样的啊 有的你想吃肉 混腥的 有的想吃素的 那种感官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 对于这个 这种色彩的这种 这种 色系啊 色系的需求是不一样的啊 不一样的 我来 我们来看一下另一个 就是说 画面的构图啊 这是哪个 这个不是 你看 朋友们你们看 拍这个视频我都感觉没多大意义了 啊 反正我都不太想看这种啊 还有这种你看啊 这种色彩 对于这种 嗯 当然我们网上看了好多种视频啊 啊 拍CV拍的 你看这种 整个人物都偏平了啊 偏平了 都是灰的啊 灰的也没有这种滤镜的效果 就是说 也包括这个背景的这种虚化也没有 那你这个主要是看到内容了 它并没有考虑到 这个 这个 并没有考虑到这个画面的那种质感啊 啊 等等啊 这样的视频呢是 目前啊 还是存在的比较多的 比较多的 但是对随着社会的发展 人的需求的不断的提高啊 对视频观看的提高啊 这个画面啊 要求也是不断提高的啊 不断提高的啊 从他们的信息量到什么呢 啊 到一种多元化的需求啊 我相信啊 后面是越来越高的 因为短视频 它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什么呢 它吸引这个流量啊 流量吸引更多的粉丝 那么粉丝随着粉丝的需求不断的提高 那对画面啊 它需求也随之提高 那么提高 那从哪一方面呢 就是不同的角度啊 我要你的信息 我要你的画面 打配 我要你画面的色彩等等啊 就不断的会呈现这种多元化的需求啊 好 上个视频说实话 我一般都不去看了 不太好看了 哇 有一个 那这是我们拍 平时 啊 有一个 用 要多 那我先我们来先看看这个吧 先看我们平时拍的一些视频的重要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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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住一下画 来看看这些啊 我们去这个比较特殊的效果的时候 我们怎么就拍的 朋友们你们想如果也需要这种 这种这种 局部的效果 你也可以 你看 朋友们你看这个这个什么 你看这个里面的我们这个摄影棚的打件 啊 啊 啊 雖然它我是下载视频 但是这里面呢 我们自己的摄影棚也是 基本上去 基本上是这样子啊 啊 基本上是这样子的 灯光啊 包括背景板 啊 背景板 啊 这样拍出来的效果很有意思啊 很好 很好很漂亮啊 因为这个东西它 这个这个这个有时候电脑是模拒不出来这种效果的 啊 这种啊 就是摆拍 摆拍才能出现这种效果 啊 朋友们你看啊 因为我们今天来的朋友他 呃 是有是是不同的情况呢 啊 有的可能朋友呢喜欢去到野外啊 啊 随便啊 就是说啊 不是随便啊 到野外去去拍些取些景啊 但是有些朋友呢 可能会喜欢 啊 一些 抓一些 特效啊 或者抓一些这种特殊的场景 啊 你看我们这里面 我们在摄影棚拍的时候 啊 我们就抓一下局部的啊 抓一下局部的 就是说一些 特殊的这种这种效果啊 你看 朋友们 朋友们你们不要简单的看啊 啊 啊 我我就拍下水花 你看背景的布置啊 你看背景的布置 你看灯光架式啊 你看 这区域是白的 你看上面都是灰的 你看到吗 灰的啊 你们不要简单的认为 我就 我就架一个蓝色的布啊 就行了 你看这个 它是个灯箱 还有这个布呢 是你看 它是一个 呃 有好几个灯来照射它的 灯的亮度也是不一样的 它分主光灯 辅光灯 还有背光灯啊 它是不一样的 啊 不一样的 你看 你看 拍摄的角度 不一样 效果也不一样 你看 好 我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短视频啊 来大家看一下 这有朋友啊 自己的录的课啊 我来看 我来看一下 红黄蓝色颜色为基础 相红 长黄绿 青红色 不一定是 可以从 环状的色彩 是 现在才介绍 四种实用的方式 另一个方式 是 红色颜色 很优雅的实用 红色 只静相红 或身份之后的颜色 红色 和鲜绿 绿色 蓝色与身份 就是 红色性 很多女菜短视频 都喜欢使用 红类色 让领悟 人物 趋于同一 合级相红 但是这种配够的缺点就是 容易让 红色的单狀 平凡使用 红色 相红色 相红色 搭配 合级丽绿色 行红色 比较相红色 是混合团 将近在 另一种左右的颜色 比如 红绿 黄绿 等 这种配色 红绿 额细 柔和雅致 感情色就一致 能够更加丰富的颜色 给人留下 额绿 额绿 最后 对比 对比 颜色搭配 视觉 重新强烈 比如 色色 颜色 颜色 例如 红绿 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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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广大的这种朋友你们去运用的时候 就是说基本上是够的 但是如果你要需要相对更专业的呢 那你要去深入的去研究 研究更加细腻的这种色彩的搭配 因为它这里面好多知识点在里面 这个也不是说用一字课两字课能解释清楚的 但是你要掌握 就是说你们平时去 没有这种专业要求的话 要用这种斯大佩斯法则呢 也就够用的了 够用了 同时呢 还要朋友们呢 说光讲这些理论的东西 也是不够的 你们可以利用这什么呢 这些理论的东西 去到这个社会当中 就是说去实践 多去拍拍 主要还是多拍 多去体会 多去体会 就是说带着理论的这个东西去拍 可能会进步的更快 或者说呢 掌握的东西更多 好不好 朋友们 那么至于构图的问题呢 我们在下节课 我给大家讲一讲 如何运用镜头的时候 来给大家 结合 就是说如何运用镜头 来讲一讲这个镜头的搭配 或者就是构图的 这样的一个原理 好不好 今天呢 我们 我就讲那么多 还有朋友 有没有 想跟我在一起 讨论了某些东西的 好 看看那个 我看看留言板 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还没有 看看现场 有没有来参加学习的人 对刘教授讲的 那个色彩搭配的 重要性 这方面有什么 疑问的 可以大家 打开你的麦克风 就可以提问 柳教授今天讲的这些 就是非常重要 确实我们没讲之前 我也没听过 难怪有的视频 看起来就特别好 有的视频就是一般 但是其中有什么是关键点 都不知道 今天就通过这些视频的案例 就是给我们看了一下 原来就知道 背景的色彩 还有整个视频的色彩搭配 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那 就是我有个问题啊 就是刘教授 你说 我们就是业余的人 你说灯光这些 怎么去 打到这样的 平时出门还带着灯光 没有 我刚才讲了一句话 就是说 如果 对于这个环境 有特殊要求的话 你可以 比方说我们去 出去 就是我们有一个小型的 就是网上有一个小型的 这种反光板 或者小型的这种 这种这种灯 可以去买 就是比较小 不大 可以带一带 可以 就是说 你可以微微的去打一点灯 但是你要要求 特别专业的话 那这种到摄影棚了 就是说 比如说 比方说那个 我们使用那个 那个叫什么 那个原色 那个灯叫什么 那个灯 也可以 也可以用 就是说你放的远近 就是说 就是那个远 我们手灯吧 手电灯 手电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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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近的时候 它光比较强 远的时候 它光比较弱 就是拿两个 两个灯就可以 就能照射灯光的效果 其实就是手边 一些手电筒 或者手机里面的 那些灯光 都可以拿出来 使用一下 就是说 放近和远 它效果是一样的 效果就不同了 对对对 太好了 那这样子提示一下 就 所以我是觉得 就是来听课的 可能会觉得 这和我们的 平时 我们都是 视频的拍摄 剪辑的小白 那听了 刘教授说这些 那就觉得 是不是离我们生活远 是太专业了 其实 听完以后 我是觉得 其实这是 也给我们一个熏陶 就是往专业化熏陶 虽然就是 刚听就是云里无理的 就觉得 哎呀太难达到了 其实你日常生活中 你听完以后 你可能就会 特别留意了 这个色彩的搭配啊 还背景的那个色彩 不能太乱啊 这些 可能就是日积月累 在你的身体里面 你就会有这部分的理解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 刘教授带来的这个课 非常的好 对光我们知道 那个剪音啊 快音怎么用 那你的视频拍摄的时候 是怎么样的 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你再剪 你拍摄了不行 那也没法达到那种 很好的可看性 那看看有没有朋友 还有什么问题 那如果没有 更多的问题的话 那我们就下周六见 下周六的课呢 是镜头的运用 应该也是非常关键的 那我们有只有 有拍摄 特别质量好的视频 才能经过我们的剪辑 剪辑出更有可看性的视频 那刘教授 还有那我们就下周六见 好的好的 谢谢啊 谢谢 谢谢各位来参加 讲座的朋友 好谢谢 再见 好 好 OK 谢谢大家